给大家解释一下那个标签玻璃机的使用方法 我们先按住A开机 按住A开机是A等于1 这一个是表示手动功能开在这里 手动功能开在这里呢 我们一开机的时候呢 它会显示一个11 或者是00 或者是00 它这一个使用时 如果按住A 按住A 它这个电机是可以卷的 然后按B键 这个是进入定数功能 按B键是进入定数功能 按F键是确定 刚才我们定制是5个5个1 2 3 4 5 这个是技术到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不要这个手动功能的就是一开机不是要一样的一开机我就要这个就必须要马上进行我们现在一开机的话必须要按下F键它才会进入进入控制上台 如果我们不需要这个功能的 我们就按住A键 开机 把A等于0 A等于0 A等于0 A等于0呢 这个手动功能 刚才这个手动功能呢 等于关掉了 等于如果一开机 它就可以开始使用 它就可以开始使用 一开机就可以 可以开始使用 嗯 然后我们再演示一下这个B键的这个按钮这个功能 按住B键 这一个呢 它会显示一个B 是 呃 最小是3个0 最大是 呃 255 它这个是 是什么呢 这一个是 呃 传感器的 就是这个传感器的 这个灵敏度 啊 灵敏度的调节 这个数字如果是越小的 它这00度就越好 这个传感器的灵敏度就越好 越大的话 它越稳定 就是说技术的稳定稳定性会很好 这个 你们 按照自己的这个使用的合适的方法去调节 啊 调节的调节的方法是按A 按A它是加 越来越大 按B 是减 啊 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这个是 呃 自己调节 我们出场的时候一般是设定的15 啊 如果我们选择好了 啊 选择好了我们就按F键 这个就设定好了 啊 设定好了 然后 我们再 那个演示一下这个 这个 F键 F键呢 里面有一个客观是那个 按照FD客机 是F等于0 或者F等于1 这一个是 就是 长标签和短标签的这个 开关 我们呢 呃 先介绍一下短标签的这个 使用 我们先把F F等于0啊 F等于1 然后再F确定 啊 这一个呢 这一个设定好了之后呢 这一个调节器啊 这个长度调节器 如果F等于0这个长度调节器 它是没有效果的 你这么 就是调到最大也没有效果 就调到最小也是没有区别的 这个一点区别都没有啊 啊 这一个是这 什么时候有起作用呢 就是这 F F等于1的时候 F等于1的时候 按F确定 这个时候呢 它才会呢 这一个呢 才会起作用 我们先再介绍一下定数 定数功能 这一个是 手动状态下 按B键 啊 这个B键呢 它是 哪一位是闪动 哪一位是那个有效位 啊 按A是加 按A是加 按B是进位 啊 设定好了 按F确定 啊 我们刚才设定的是5克 一 二 三 四 五 啊 这一个呢 是定数功能 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客户呢 就是反映说 那个不想要这个手动 也不需要定数的 那我们可以 直接 开机 就像用的 按住A接 开机 打A等于0 按F接确定 这个呢 直接进去之后呢 它是显示四个0的 它就是 直接开始使用 没有这个手动功能的啊 我们再 可以直接看一下 啊 显示就是四个0的 显示就是四个0的 啊 我们拿掉标签 直接可以拿 拿标签的 去使用的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 断标签的这个使用 断标签 我们这个 标签子 按张 啊 这个按张 它是这样按张的 这个是 也有限棒 是压住这个标签头的啊 这两个呢 它是 限位的 限住这个标签子的左右 左右的这个 能够滑动的啊 然后呢 我们 短标签 这个 使用 我们短标签使用 一开机呢 我们先要确定好 短标签 看一下 探索F解开机 短标签 F一定要等于0 如果是F等于1的话 到时候这个 它有可能就不会停 一直会 那个 往外那个 拨标签 啊 F等于0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我们进入自动控制状态 啊 这个 这个是正常的 就是说这个标签子呢 它出了之后 它就 推动这个指针 看到没有 推动这个指针 推到了这个指针 它力量就停了 这个指针呢 我们等标签呢 也可以调高一点 我们等标签也可以调高一点 我们等标签也可以调高一点 这个 高度呢 都可以 稍微高一点都没事 高于这个标签只能买 看一下 高于这个标签只能买 看一下 高于这个标签只能买 只要能推到这个指针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调一下这个标签 如果调太低了 调太低了 如果这个如果 如果 如果 你看推不到这个指针 推不到指针 它一直一直走在有玻璃的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指针一定要 一定要推到那个指 那个标签指推到 一定要调上来 要调上 调上来 这个标签指一定要能推到这个指针 我们现在详细说一下这个这个传感器的安装 这个要求 那要求呢 现在比如说我们这一个安装 这个放松 放松呢 这样是可以的 就我们说明书上也有介绍 就是说这一个方向倾倒一度是可以的 这样的倾倒是错误的 这个倾倒呢 这个 如果这样倾倒 它这个指针是可以自动 自动弹回来的 如果那样倾倒呢 如果这样的倾倒 它这个是不会弹的 现在我们必须要 最好是那个平衡 最好是这个杆壁相平 如果调这个指针回不了的 也可以这样 倾倒 这样倾倒 这样倾倒 然后把这个 这一边呢 然后把它调高 如果这一个 这个如果 如果这一个 你看 如果太矮了 这个如果太矮了 推不到这个指针的 也可以把它这个调高 直到这个标签纸 前端碰到这个指针 这个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这样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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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标签的长短 这个我们的机器呢 像这样的 这个已经达到10公分了 就10厘米 10厘米这个是属于长标签 只要像这种5厘米以下的 都是属于短标签 像这种更短了 这个大概就两个厘米左右 就两公分 我们上面讲的都是短标签的使用方法 我们现在下面讲一下 那个长标签的使用方法 长标签 我们第一个我们要先确定 长标签这一个K关 它是不是开在这里 这一个二组F间 开机 看一下这个F是等于0还是等于0 表示长标签这个K关是关掉的 就是说长度调节器 这个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必须要等于1才可以 这个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两个区别是什么 我们先把它调成0 调成0 确定 这个是短标签 短标签我们先进入自动状态 到了就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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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把这个 变成1 变成1了之后 这一个呢 现在这一个呢 我们现在就已经有效了 先看一下 自动状态 现在是 现在还是到了停 我们再调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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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到了它是不停的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再撕掉这一张 它是往外拨的 然后我们这一个 这边调大一点 我们把这一张拿掉 看一下啊 越拨越长 越拨越长 我们再调长一点 各层的这条长一点 再调长一点 这个现在像这样的 这个现在像这样的 撕出来了 就长标签就可以调 调整 拿掉这一张 下一张都自动撕出来了 现在我说一下那个长标签那个调节 几条 长标签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这个指针啊 这没有标签的是 一定要能自动 那个归位归会的 这个一定要很灵活的 能归位归会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 这一个 这一个指针 这归位之后 这像现在属于归位的 像如果像这样的 那就不是没有归位的 这个是属于归位 归位之后呢 离这一个刀的刀口 大概离这个刀的刀口 我们平过来 平过来 大概一个毫米 到两个毫米 这个是 是一个 一个毫米呢 要比两个毫米要稍微好一点 又近越好 但是要求一定要能自动归位 还有第三个呢 就是 标签子这拨出来的时候 像现在我们这样拨出来 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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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 这个 这个 标签子的 这个 像这样的一个子 一定要像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是指针 这个是标签子 一定要从这个指针 要从这个标签子下面 一定要这样拨出来 拨出来 一定要从下面滑过去 我们看一下 看到没有 现在已经推到这个指针了 现在推出来 先推出来 推出来 看到没有 从下面滑过来 因为制度要这个样 现在都是这个样子 然后拨到了之后 然后我们拿掉这一个标签子 拿这个标签子 它一定要自动能归位归回去 看到没有 都自动能归位 现在我们 那个 那个 自动 启动自动 过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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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承感器的这个 调别错误的这一个 我介绍一下 像这样子 这个子 只是调得太高了 太高了 有一个缺点子 你看一下啊 看起来 啊 啊 啊 看到没有 每一次拨出来之后 拨出来之后 拨出来之后 它是不停的 因为是长标签 它是不停的 不停的它就 直接就冲着这个 冲着这个子针 冲着了之后 看到没有 这里是有个缺口的 啊 所以这个长标签呢 这个子针呢 不要调得太高 啊 长标签的子针呢 那尽量调得和这个刀口平行 或者低于它 大概 呃 五十字左右 啊 平行 或者低于五十字 啊 如果太低了 这个拨出来呢 是碰不到这个子针 这个子针这个间的 也是不行的啊 所以说这个要求是 和这个 这一个 子针针间和这个玻璃刀的平面 这个平面的高度 大概相平左右 可以 啊 现在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呃 标签的这个 退费子 就退这一个子 就是现在有客户 客户呢 就是反映了这个 别人的机器啊 这一个啊 卷多了之后啊 这一个 油行棒啊 它直接拉就拉不出来 拉不出来就是因为被这个子啊 直接落得 落得很紧 现在我们这个机器呢 有一个退子功能 这个退子功能是怎么用的呢 按住B键 这张使用的是按住B键 不放5秒 看到没有 这个是 只要按B 按住B键 这个字 是越来越松的 越来越松的 嗯 越来越松的 这个是越来越松的 这个都是越来越松的 嗯 只要松了之后呢 然后这样 就松了之后 送了之后 就是直接就可以把这个一直撤出来 这个直接就可以撤出来 这个直接就可以撤出来 撤出来的呢 这个直捲呢 整一个呢 然后这个这个直接就可以拿出来 这个自己就可以拿出来 saved 现在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 这个橡皮这个压板的这一个这个压板的这一个调节的这个方法啊 这个注意一下就是有些客户拿过去就直接把这个这一颗这几颗螺丝 这个三颗螺丝一二三直接把它拆掉整个把它拿出来这个是错误的 这个拿出来的领域这个就跑了 我们这个正确的方法是把这个放松就可以放松放松到什么程度呢 放松了之后我们这个像型板是可以来回得会推动的 这个推动的目击是什么呢 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说推出来之后啊 如果出了一点它这个弹力会大一点如果这样像现在一样这样推进去的它弹力会小一点 但是它这个推进去之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这一个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标签的这个标签这么长的我们肯定要这样拨出来 拨出来肯定要这个这个尾部肯定要露出来 露出来我们才才能把这个标签这样一撕就撕出来的 像现在这一张标签像现在这一张长标签的看一下 好了就像我们拨出来这么长如果屁股后面这一段还没有露出来 我们试一下看看啊试一下是撕不出来的 必须要把它拨出来到后面这一条露出来为止 露出来我们这样一撕就直接拿着了啊 这一个呢比如说长标签像越长的标签呢 这个越靠后 越长的标签这个越靠后 像这一种那个短标签的 那个短标签的像这样的短标签的 短标签的 短标签的这个我们呢可以往前靠一点 因为波数的大概这么长 我们靠在这里就可以 我们靠在这里就可以